我们到台中了 只有59分钟的车程 变了高铁上自船的感觉 有点像是陆地上的飞机 到美术馆了 其实今天的行程蛮随意的 等下看看有什么咖啡厅可以去 来到侯友咖啡厅在台中 美术馆旁边 我刚刚吃了一家侯友咖啡厅 我觉得超赞的 一般的单品像就是刚刚的牛肉是320 跟沙拉也是320 所以其实总共吃沙拉也是要600多块 只不过他每一口真的要的都有牛肉 最后遇到这家甜饭店 好漂亮喔 然后现在我们在品着印象 要从台中美术馆走到台中韩社艾美 在走路的过程中 遇到这家超级香 你好 请问 金胡椒1点半 哦 有了有了 我要外带 我要一个黑糖先来 哦对 这边好像还有一间衣服店 姐夫买了 我已经把头发盘成这样了 啊 好热啊 有了 台中火车站 我们已经到 厕所厕执大间了 先跟大家講 來 這是廁所 不要上完廁所 重點是這裡 你看 這裡好大 有回音 有回音 淋浴的 哇 很大捏 晚上要來泡一下澡 咖啡機 喔 這些都要錢喔 啊 嘿嘿 喔 它給的太誇張欸 這些都要錢喔 我現在要來吃 這一家捲捲家 萌棒蛋糕其實分量很重 它只要222塊 然後這一顆的話呢 它是那個草莓盒子 它這一顆只要150塊 它很滿的耶 還有這個是桃薯 然後這邊還有一盒 肉桂捲 還有蘋果派 看一下 這一個 草莓獅子 它就是上面奶油 它有一種椰子的味道 然後一層一層的 有點像提拉米蘇 那時候我遠遠路過的時候 就想說怎麼會有一種 烤麵包的味道 好香好香 結果沒想到是捲捲捲 放蛋糕 然後 好就這樣 明天的話要去 草莓 草莓那邊看喜 台中西富人 320塊 在台北吃不到 跟我家附近呢 有一家叫 十碎麵包店的 放蛋糕有得比 喔很好吃耶 但是有差 這個還是有比較 鬆一滴滴 就只有鬆一點點而已 不過它的檸檬味也很重 我超愛吃檸檬口味的 所有甜食 超酥等一下吃 喝 哈哈哈 超酥 天天 發動心 對 你看 我們其實才等不到10分钟吧 對 太酸了 超酸了 一點點 還要賣 好熱 搞的 一道糖龜鱼肉粽 一道糖龜鱼肉粽 一道牛肉粽 一道牛肉粽 有五花粽粽 一道牛肉粽 一道豆 一道蛋糕 一道牛肉粽 我們剛吃飽就想說就來走一走好了 各位朋友們我已經泡完走了 而且還穿上了我最喜歡的浴袍 尤其是這個浴室上面的那個蓮蓬頭 它這樣刷下來很像我站在瀑布底下 你知道嗎 就是在修行 很舒服 很珍惜 現在在敷的這一片面膜呢 是來自韓國的 敷上東西 它很滋潤 每一次我有洗頭的時候 我就是會敷面 我們還在想說要去吃飯店早餐 我看是在台中附近這邊賣 新衣服 新衣服 等一下要出去買早餐囉 我們來吃 威斯克 炭烤吐司 來這邊 太誇張 看起來好好吃 那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早餐 這裡雞 梅根 這原味蛋餅 很實在好嗎 來 這顆飯糰 60塊 蔥蛋飯糰 很大 這個奶茶聽說是有名的 什麼肯亞奶茶 這個是花生里雞 好好吃喔 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飯糰 我覺得差別在於台北的飯真的太多了 啊 它的是中間的料多到 它的飯包不起來 不得了 各位 這個脆皮蛋餅 好好吃 但這個的 蛋是濕潤的 整個融合在一起 就變得很好入口 對 它調味也不錯 我覺得它就是比一般早餐店的奶茶 還要好喝跟順口 然後我是比較喜歡喝那種 茶味比較重的奶茶 達標 太煩了 球員要去練球了 球員要去練球了 我們已經到台中國家 歌劇院附近了 我們要準備進去看櫻桃園了 上車了 現在接近11點了 剛剛脫客運回來 已經到台北了 在走路回家的路上 再見